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解癌状态 不少肿瘤患者都会出现各种程度的睡眠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睡眠障碍呢 我们又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些睡眠状态呢 今天我们就请李中教授给我们讲一讲 肿瘤患者应当如何改善睡眠质量 有请李中教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李中 著名中医肿瘤临床专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 世界中联肿瘤外治法专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抗癌心思路 癌状态论 状态疗法创始人 北京卫视养生堂主讲嘉宾 李教授 很多癌症患者都说自己睡不好 有的是入睡困难 有的是夜间早醒 是不是这种睡眠障碍导致着他们生的病呢 美国一个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他也研究睡眠与健康的关系 所以说睡眠能够对健康有影响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实际上我们说睡眠对于健康确实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而且我们在临床中看肿瘤患者 很多病人你追寻他的生命的过程来说 他都跟睡眠有关系 那么我有一个病人 其实一个年轻的病人 他三十多岁得癌症 那么我追寻他的历史的时候 这个十几年这个小伙子 他晚上没睡过觉 他白天睡觉晚上不睡觉 我说你这个就是得病的根源 那么现在研究也证明 就是像国外有一次家夜班的女性 就是过去房子旅公似的 那么他们患入腺癌的机会 是远远高于上正常版本 那肿瘤患者的睡眠问题这么普遍 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第一是可能由于病引起了肿瘤 一家边疼痛 他肿瘤以后疼痛 这种疼痛也影响了 他的各方面的七天状态 那么就导致了睡眠的障碍 那么还有因为治疗引起的 那么我们由于各种治疗 那么可能导致也影响了他的睡眠 还有呢就是我们本身的心理因素 他得了肿瘤上次有一个病人来 找我看病的时候 他其实肿瘤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也没什么大事了 但是一检查呢 一向肿瘤标就稍微高了一点点 他说两天没睡着觉 那么实现有心理的因素 中医好像对睡眠特别讲究 好像讲每个时间段都对应不同的身体器官 是这样吗 中医讲这个人体的气血 按照植物流注 那不同的时辰对应了不同的脏腑 那么对于不同脏腑呢 其实就入氧作用 大家都知道过去讲五根蟹 为什么是五根蟹呢 那就是因为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 这时候呢是脾胃之气该生发的 那么没有生发起来 那么反而卸下者水 比如功能障碍 所以就不同的时辰 一定要对应不同的脏腑 对于不同的气血 所以对于睡眠来说 中医讲究什么 睡子午觉 那么子时干嘛呢 养肝 中医讲肝为将军之府 那么过去将军是干嘛 指挥啊 整体的五脏六腑都靠肝来指挥啊 那么五时呢 养心 那么我们说五时 是阳气旺盛的时候 心是什么 心火 不过这时候呢 你仰望了 你这时候还在运动 那么就会出现心火抗生 那么我过去 出心脏病的 脑血管疾病的 很多在这个时候 出现问题 那么实际上跟我们 心火有关系 所以这个阶段呢 我们注意的 还休息休息 让它这种旺盛的这种阳气呢 得以平复下来 这就是养生之道 咱们有什么好的中药 可以调节睡眠吗 中医讲 阳入医 是睡眠了 你睡眠 你身体属于一种 休养的状态 休养身息 补充能量的状态 但失眠是什么呢 阳不入医 引起这种原因很多了 你还不说我们 特别是癌症患者 大多数人 心疲两须的人 这种人呢 往往导致体质虚弱的时候 就会出现 阳不入医 出现睡眠的障碍 所以我们说中医呢 重点在于调整阴阳 使它阳气入阴 同时呢 针对不同的症状 我们调整我们的心 调整我们的脾胃 是心脾的气充足 你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 就是 像远质 对于安神抑制都非常好 还有叶焦疼 你从名字上来看 叶焦疼 那么一定是晚上能够睡眠的 阴阳香蕉阳入阴的一个状态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 早人 早人 早人就安神嘛 所以 吃点早人茶 那也可以安神 还有像什么 珍珠粉 珍珠粉美容 为什么吃珍珠粉能美容呢 因为你睡眠好了才美容 睡美容觉 对 好 又到了我们中医秘方的时间了 那么李教授 今天给我们大家推荐点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们也给大家 介绍一个传统的经典的古方 这个古方叫百合鸡子黄汤 过去治疗我们所说的这种 烦躁不安 虽然不好的 百合我们都是 清心安神的一个鸡子黄汤 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 那么这样能够清心除烦 然后改善癌症患者的这种 焦虑烦躁的这种状态 那么使阳气归于一 那么这样人就可以提高睡眠状态 好的 感谢李中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实用的内容 若您对于改善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 还有其他的疑问 请关注中医防癌养生有良方公众号咨询 我们下期见